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呼吸疾病发生发展的流行病学特征 分子机制及早诊早干预这一关键科学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从非典到新冠 团队面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的表现给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 从初创至今 钟南山呼吸疾病防控创新团队取得了哪些重要科研成果 对于新冠肺炎疫情 团队有哪些最新的思考 中心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团队领先专家 中国工程院院士 著名呼吸病学学家钟南山 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主任 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院长何建行 做出权威解读 钟老好 何老好 您的团队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创新团队 首先向团队表示祝贺 42年前决定建立团队并研究呼吸系统疾病的初衷是什么 您为何选择加入这个团队 那么这些年来团队研究的方向是否有过调整或者变化 确定或改变这些研究方向又是与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实际需求 有什么样的关联 这个恐怕不是42年前还是50年前 因为50年前那个时候我记得是1971年吧 周总理提出来对向全国提出来对慢性肢体管员的群方群赤 那个时候嘛就医院里边就刚刚回到广州 就是医院里边就安排我到搞慢性肢体管员的群方群赤 42年前呢实际上是成立了呼吸疾病研究所 我们从这个慢性肢体管员以后到肺气肿肺心病以后再扩大了整个呼吸系统 就包括各种各样的肢体管哮喘啊肺癌啊等等这些方面 这是总的来说是国家的一个常见病 后来再加上了一个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那就是2002年末 因为出现了这个非典或者叫SARS就是这个那个时候出现 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是搞呼吸系统疾病嘛 特别SARS那个时候病死率是10% 而且发病发展的很快那是我们的一个重点研究任务 从来以后就做了很多的关于这个突发新发传染病的 比如说就像这个HCN9 比如说禽流感啊 0506年了 还除文医啊 然后09年是HCN1的啊 15年是中东呼吸中华症的 完了以后呢 就是2020年的这个新冠 整个研究所就花了很大的精力来做新冠的研究 恐怕还是主要还是一个国家的需要吧 需要我们解决什么呢 就针对这个解决 因为他们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很大 特别是突发性的公共卫生事件呢 对整个国家的国民经济 就全世界都影响 当然是我们的主要的方面 当初您提出了说医者 医疗科研要顶天立地为人民 为什么您会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 学术科研临床治疗还有疾病的预防 您认为哪一个更重要 提出这个呢 还是从我们实际的所遇到的情况 一个呢就是 它是一个常见病多发病 到现在呢 在全世界啊 比如说慢性阻伞性肺疾病呢 甚至当时的SARS啊 这新冠呢 整个都是 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的 那么解决医学没解决的问题呢 那从理论啊 到实验室的研究啊 到这个诊断啊 到治疗啊 都是要所谓顶天就是走到国际的前沿 这就要顶天的 那么立地呢 一个很主要的理念呢 是什么 对我们国家呢 要发展适合国情的 简便价廉啊 有效安全的药物器械或者是治疗手段 当然顶天立地最后的结果呢 所以我们做的事呢 首先是着远于国际前沿的 完了以后呢 用简单安全 有效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从作为一个对疾病的一个整个的过程呢 科研和临床的治疗和这个预防 都是重要的 一定要说哪个重要 我认为是疾病预防是最重要的 我们当然都是医生了 那而我们最主要的体现什么 就是早期的发现病 早期的给诊断出来 早期的给干预 这次新冠 当然是我们最大的成功 中国就早期的发现 早期的诊断 完了早期的隔离 就让切断它的传染量 就在基层 下一个问题是提给二位专家的 无论是面对非典 还是这次的新冠肺炎 我们的团队 在面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时候 都能给外界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您能否解码我们这个团队 为什么能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分享 团队平时的这个科研创新 和医疗救治的经验 在战时有什么样的帮助 又有哪些在战时出现的这个问题 是我们在平时没有预料到的 我想我们还是主要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就是 因为这些病都是呼吸系统 那么呼吸系统 那我们是搞呼吸系统 那当然不让 就是搞呼吸系统 不管是抢救 诊断 这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 老百姓的需要 所以这个位置数首先是应该我们来探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有个动力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为什么有一个这个动力 因为我们已经搞了这么多年的 各种各样的呼吸疾病 包括各种的脏肌衰竭以后 引起的呼吸 菌婆综合针等这个非常多 我们大概有些底子了 有点纪念 有点实力 因为它的规律不会离开那几项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觉得 还是有点底气 有点信心 所以有这么个情况下 就会主动的去承担一些任务 所以为什么那个时候 能够提出来 就把最重的病人 都转到我们医院来呢 一个是追求 一个是动力 呼吸系统其实很广泛 从那个04年开始 根据这个 殖病的一个特点 在病的 比如我们说 整个中边西安史研究院 四种殖病为主 作为一个托破口 那个托破口 包括极性的呼吸道传染病 慢足背 背奶 这种变态繁性殖病 这四种常见的殖病 一直围绕着 怎么去分析病原体 怎么来源 基因学怎么分析 这已经做了非常多的工作 还有呢像那个 这次这个新冠当中 应用的比较多了 像那个体外磨废的应用 那这次呢碰到这个新冠 很多重病人的时候 我们最常一个病人呢 就用这个体外磨废支撑了111天 便也能抢救过来 这种技术呢 特靠平时有相当大的一个研究和工作量 还有呢一个实践才能够应付这种突发这个情况 一碰到新冠那种突发的呼吸道传染病 把平时训练的一个在实践当初形成的经验的理论 都把它综合根据新的这个突发性传染病特点来做一个应用和研究 所以就是整个迅速取得效果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就是一个平战节的最重要的一个基础 所有的功夫假如平时变得积累 暂时其实是根本挡不出来的 对刚才我们也聊到了这个新冠肺炎 现在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在全球蔓延 中国多地呢近期也出现了疫情 从2019年年底到今天 我们大概已经度过了两年的时间 我们对新冠病毒的认识到底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那随着药物和疫苗的这种研发 我们能不能彻底消灭新冠病毒 到现在已经差不多接近两年的时间了 对这个病毒的 它的来源现在还不是说非常清楚 尽管还没有一个非常有效的药物 那对它的传播规律 它的特点 它的这个对人传染以后的潜伏期 以及应该怎么对待它 也有出故有一些 比如说对它的抗体的治疗啊 等等方面呢 还是有些办法 那么疫苗这方面呢 也做了一些工作 不管是在国外和国内 在疫苗的研发方面呢 还是取得了一个比较大的成绩 应该说相对于很快的成绩 就是疫苗起码五年 这个八年来研制 这一次呢是半年就出来了 而且这个疫苗呢 从国外的和国内的都很肯定的证明了 对它的这个病情的加重率 已经减少它的死亡率 都取到了很大的成绩 但是现在呢 有很多东西都是未知的 第一个就是 这个病毒还在变 当然现在呢 是变成一个传染性更强的 叫Delta病毒 那么这个病毒呢 现在已经持续了大概六个多月了 那么现在看起来呢 就这个Delta病毒会持续一段时间 建立所谓的群体免疫 那么这个来说呢 现在还面临着很多问题 不管是国外或者国内 一般打了疫苗以后 全程疫苗 两针以后 半年 这个它的体内的抗体的低度 就可以降到原来的差不多十分之一了 所以需要打加强针 那么会不会以后呢 慢慢变成一个类似流感 这个要发生的话 就经常的这样打这个 所以这个规律呢 还是需要的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看出来这个病 这个新冠病毒 它最主要的依靠不是治疗 最主要依靠还是预防它的传播 那么这个在中国呢 在它的这个社区的 这个自我的预防啊 还有社区的早期发现啊 早期诊断 早期隔离啊 这方面做得很成功 所以这认识就认识到这一步 就什么时候能够消灭病毒 我不认为是可以消灭病毒 它可能是长期存在的 但是病毒的传播 大部分的传播 是可以控制 所以这个是我们当前的一个看法 我就接着您说的这个内容往下问了啊 因为您之前提到过 说中国能够在今年底完成80%人群的这个全程免疫 这是否意味着群体免疫屏障能够完全的建立起来 那么建立之后 我们又应该去关注免疫屏障的哪些问题 大概我们现在完成了 全国的完成的这个全疗程的这个就是新冠的注射已经接近这个10亿到11亿了 到年底的话呢 我们希望达到80% 80%以上 但是从来没有人做前瞻性的研究说 打了多少就可以建立一个群体美 这这个工作呢是需要有一个还有一个观察的一个一个过程 加强针实际上跟建立群体免疫也是很密切 你说打了两针 打了两针 那么是不是管他一年 或者管他现在目前看起来 当然我们的指标还不够啊 因为是抗体的低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 细胞免疫 分管杀死这个病毒的这些淋巴细胞 他有个记忆作用 那你再有病毒的刺激 他释放出一个一些生物的物质 比如说干扰树啊什么 这杀死病毒 这个还没算 加强针建立起来以后 做的越多的话 这个国家就可能建立群体免疫的这个机会就会更多一些 但是即使是这样 我想几条还是要建立的 一个就是说什么 就现在行之有效的这个个人的防护 比如说这个戴口罩保持距离啊 这个我相信以后成为一个常态 当然消除这个社区感染必须是全世界的事 我们正在呼吁啊 现在国全国这个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也在呼吁 要共同做好这个 这样的话才有可能啊 就是能够控制这个新冠的传播 下一个问题我提给何老啊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的研究预防诊断还有治疗 咱们团队仍然在做哪方面的这个科研工作 还有哪些难题是正在攻克的 所以张老师带领下建立的国家实验室 这个整个工作呢就有国家实验室层面来统筹 那统筹呢在一个疫苗的进一步开发完善 那这一疫苗的使用就效果的评价 这是一个重要的工作 那还有呢一些生命支持的技术 比如当这个呼吸器啊 心情呼吸器的研发体外那个 体外磨废啊 这个是研发 因为刚开始呢打个结束战 所以的基础研究啊 没那么深入啊 随着这个实验查了 我们的基础研究啊 很多这个科学院的院士啊 教授一起加入到中院士拥导的实验室当中 对他们的这个蛋白质结构啊 分子结构啊 是更多的一个研究 情况是抗体 现在我们还做得比较好的 这个从治疗的角度 高效价的那个单抗 甚至呢那个基础研究的抗体 就两种抗体困在一起 一起来联合的抗定毒 是我们以往离川当中 是有效的一个经验 所以现在呢 还是集中在那个抗体的研究 那么还有一些小分子的药物的研发 也是一部分 但是我们来找这个最容易突破的 对目前的紧急使用有帮助的 这个覆盖面还是比较广的 虽然问这个问题可能现在有点早 但是还是想请教二位专家 我们未来会不会还会出现像新冠肺炎 这样的全球流行性的疫情 如果真出现了 人类应该怎么应对 病毒也是非常聪明的 不停的这个变异 通常来说呢 六年左右 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异 十几年有比较大的变异 每次大的变异 它都会引起一段世界的流行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一点之后 这个主要是代理这个团队 特别中文上上级提出来 这种病毒变化的规律 说为什么要做这个防病毒传染的 一个整个研究和建设 它有一个重要性 所以在各级领导的支持下 也建立了这个科研体系 和我们一个治疗 一个医疗的中心 以后还会出现 这个数据已经出现三次了 广是冠状病毒 第一次是2002年底 第二次是MERS 这个中东呼吸中央针 在2012年 第三次是这个 2019年底2020年初 那么现在的问题呢 就是怎么对待的 现在在新冠 有效的药物研发出来以前 这个疫苗还在进行加紧研发的时候 有效的抗体也在出来以前的话 那么进行社区的释放军控 还是非常专业 也就是说预防这个才是什么 那么这个对经济肯定有些影响 所以这两个把它做平衡好 有一些国家放开了 但是最近都发现 它的感染明显的增加 但是人类总会找出一个平衡点 另外人类总会找到了一些 预防的疫苗 尽管不能终身的 但是总能够往前走 新型的病毒感染一定会再来 但是不会像现在这次的大流行 因为这次人类人接受的教训 远远比其他的 一定会想出一些办法来控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